倒塌的周宇棚 炸歪的鐵門 焦黑的地板 氣爆後的食品加工廠 至今仍然一片狼藉 工作人員漸進出出 忙著善後 而附近店家也沒閒著 端午連假第一天不是忙著做生意 而是因為電力始終沒有恢復 他們只能無奈將一包包 壞掉的食材清理出來 很常如果超過時限那不行 好 好 好 改蛋條 改就蛋條 根據瞭解台中大智路 這間食品加工廠 去年才剛從建國市場搬遷過來 如今卻發生瓦斯氣爆意外 造成三名員工受傷 附近攤商民宅也慘遭波及 面對驚人的損失 也傳出店家即將關門歇業 針對外傳消息 食品加工廠不願正面回應 因為眼下他們必須面對的 不是端午連假無法做生意 也不是加工廠是否繼續營業 而是難以估計的賠償問題 藉由曾偉翔 景城 SNG小組 台中 採訪報導